新的朋友开车停车怕刮碎 其实我们只要牢记这三组数据 以及它的操作 那么我们再来开车的时候 你想刮碎都难 第一种40厘米 当我们在后视镜中发现 我们的车身后面有一棵小树 我们的车身和旁边障碍物的距离 是40厘米的时候 那么我们要想必然障碍物 我们把车子直直的往后倒 当我们在车内看到 A柱夹角和旁边 咱们的这个树重合的时候 我们往右打死方向盘往后倒 我们的车头是不会刮身到旁边小树的 那如果是倒车出库时也是一样的 只要车身和旁边的车距是40厘米 那么把车子往后倒 只要我们的A柱夹角和旁边的车辆 车尾或者是车头重合的时候 我们打死方向盘往后退 这样我们的车头脚都不会刮身到旁边车辆 第二开车出库时 我们的车和旁边车距是40厘米 那么只要我们的坐姿和旁边的车头或者车尾平行的时候 我们往左打死方向盘 我们的车身也不会刮身到旁边的车辆 第三种 倒车出库时 车身和旁边站要的距离是40厘米 而且我们的车尾有一辆车在后面堵着 车尾的距离很短 那么我们要想快速的把方向盘调好 我们也是倒车出库时 我们沿地挡半圈方向盘 直接挂道的往后退 这样我们的左侧车头脚不会刮身到咱们的旁边车辆 而且我们的这一个车尾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能快速的避让开后方车辆 非常的安全 第四点 侧方位请车时 也是只要我们的车身和旁边的距离大于40厘米 那么我们把车子往后退 只要我们的A柱夹脚和旁边的这个车尾重合以后 我们就可以往右打死方向盘 往前 这样我们的车头也不会刮身到咱们前面的车辆 第二个距离就是80厘米 80厘米也就是我们的车门完全打开后 不刮身到旁边车辆 那么这个距离大概就是80厘米 第一种开车出过后直脚转弯时 只要我们的车身和旁边车机的距离大于80 我们把车子往前开 只要我们的后视镜过了旁边障碍物 我们就可以往左打死方向盘 这样我们的这一个车身都不会刮身到旁边的障碍物 大家可以放肆大胆的开 第二个 只要车身和旁边的障碍物距离是80 那么我们在倒车的时候 无论是墙或者是车 那么我们往障碍物的反方向打一圈方向盘 挂道着往后退 这样我们都不用担心我们的车头脚会刮身到旁边的车辆 或者是障碍物 大家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到 第三个距离 1.2米 我们在倒车入库时是不是经常会议到一半停车车一半是车位 那么一旦这种情况的朋友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车子尽量的往右边贴 只要给我们的车身和旁边车辆的距离有到1米2的距离 那么我们看好左边的我们打轮的实际的时候 我们沿地把方向盘打死往后退 我们的右侧这头脚都不会刮身到旁边的这个车辆 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看 只要你左边的点找好了 我们是不是就能一把轻松的入库 这三个速记呢是针对咱们的车辆主机是2米6以下的车都可以用 无论你是轿车SUV都可以照查 我手哥每天都会分享汽车知识 如果对你有 记得帮我点赞 关注 以及分享